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从无始轮回的开始一直到今生 我们不能断言这个恶业我绝对没造过 那个恶业我造了 说此作此未作 不能这样的断言 只是现在不能够记起来罢了 都记不住了 好 所以一定是都已经造过这种罪 必须猛力追悔而颤比罪 追悔是要什么 就是要颤那个罪 追悔是什么力啊 破坏现行力 它本身就是颤罪方式 注意哦 追悔堕罪和调毁盖是不一样的 所以注意追悔二字 它的理性是非常清楚 好 所以这边真如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呢 好 纵然你今天好像没有造这样的罪 跟堕 堕罪就是我们讲违犯戒律的罪 但是从轮回的开始一直到这一生 我们绝对不能断言说 这个恶业我绝对没造 那个恶业我有造 好 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断言呢 我们上次有说过 观察自己就还有很多恶业的习气 以前没造恶业 怎么会有这些恶业习气呢 只是现在我们没有记起来罢了 好 所以呢 真如老师说 一定都是已经造过这种罪 所以必须猛利追悔而颤比罪 那这边真如老师特别提醒 这个追悔和调毁盖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如老师说追悔两个字 它的理性是非常清楚的 追悔跟调毁盖 追悔跟调毁 它真正的差别在哪里 先讲一下调毁 调毁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祖师常常有一个批语 叫毁剑入心 后毁的剑射到自己的心脏 意思就是说 你发现你做错了 可是呢 如果你生起的不是正确的追悔的心的话呢 是一个调毁的心 就是发现 哇 我居然做错了 我好可恶 我好遗憾 我没救了 我完了 就不做任何的努力 甚至滋甘堕落 这个叫调毁 毁剑入心 这不是正确的心态 这是要破的 那追悔跟调毁 怎么区分呢 关键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 四立忏悔 四立忏悔嘛 对不对 是不是说 实修四立忏悔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提起来的是什么立 记得吗 哇 都不知道 那你们实修四立忏悔 看样子有些问题啊 实修四立忏悔的时候 第一个要提起来的是 依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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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有讲正硅一在法 对不对 是不是说正硅一在法 你先把法的标准提起来 对照 你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然后你才知道要追回一些什么 但是呢 正硅一法的这个一子力 不只是把正确的标准提起来而已 当我们讲到归一的时候 它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讲到归一的时候 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广论下识到说 归一二因是什么 不畏 我会去的三个区的痛苦 相信师长三宝能救我 对不对 所以 归一还有一种什么心情 想要离苦得乐 想要求救 然后有师长三宝 可以依靠的这种心情 所以你先把一子力提起来之后呢 那个时候在出生的这个追回力 就比较不容易跑进那种掉回的状态 如果你要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呢 比如说 听说有的父母亲跟老师 他们蛮懂的这种 鼓励小朋友的教育 所以呢 他常常鼓励小朋友看到自己的优点 跟进步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小朋友虽然有做不好的地方 虽然有犯错 但是因为他常常得到关爱跟鼓励呢 他整个人就比较有自信一点 所以面对到他这些做不好的地方 犯错的地方呢 他比较有自信 他能够去面对 然后慢慢学习 去把他改过来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小朋友一直很没有自信 好 然后又发现他又心做错一点什么 又发现他又心发现有一些什么没做到 他是不是就更没自信 更没有力去去改他 好 他那种有自信的被关爱的感觉 在这个批语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 你的一子力先提起来 我有师长三宝 做我最可靠的靠山 他们一切实处普色乎 一切实处都想加持我教导我 都想救护我 你越认识到这个力量呢 你就越有底气 你发现自己犯错了 你就知道说 我是犯错没有错 但他希望我改 因为他不忍心我受任何苦 他也会帮我改 他也会加持我 只要我愿意正确的修行 所以你有了这个底气 你有了这个靠山呢 你这个罪毁力才比较正确 不会进入那种悔见入心 觉得自己已经没希望 现在更没希望 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干脆自甘多了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听着懂我的意思吗 好 紧接着继续念 下面接着 佛智大师说 此父当如毒药 入生所生追悔 毒入生矣 为其死苦或尽死苦 于皆不生 如是以作比罪 若不忏悔 不令清静 非仅今世发起死苦或尽死苦 由夜市立 来世定当隐身 无闲辖处 那这个后面 曾荣老师紧接着就有解释 曾荣老师说 应该像我们吃了毒药一样 所生的追悔 就像毒进入了身体之后 生起的两个事情 一个是死苦 再一个是尽死苦 喝了毒药 就两种结论吧 或者死了 或者快死了 余皆不生 没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造了恶业 只有两种结论 堕落了和快堕落了 如是以作比罪 若不忏悔 做了这个恶业之后 如果不忏悔 不令忏悔清静 非仅今世发起死苦或尽死苦 由于这个恶业猛烈的势力 来世定当隐身 绝对不在善去 就在善去也在无瑕处 生无闲瑕处 无闲瑕处是没有闲瑕作善 一旦生到了这种无闲瑕处 然后再下一次 那就不可得知了 在后半段里面呢 曾荣老师在开始说 就是曾荣老师解释 佛之大事的开始 说就像我们吃了毒药 这个毒药进入身体之后 只有两件事情 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死苦 一个是净死苦 一个就是被毒死 一个就是被毒的半死 对不对 所以喝了毒药 就这两种结论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喝了毒药 是不是就这两种结论 注意哦 注意哦 所以呢 造了恶业 也是这两种结论 就是只有堕落了 跟快堕落 佛之大事这个辟欲很善巧 对不对 你成许 喝了毒药 就是死了 跟快死 对不对 如果你成许的话 那你就要提醒自己 那造了恶业 也是这样 就是堕落 跟快堕落了 也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所以呢 因此呢 我们所做的这些罪 如果我们不忏悔 好 做了这个恶业之后 如果你不忏悔的话 不把它忏悔 请进呢 非仅今世发起 死苦或尽死苦 好 这不是只有这一生 好 变成死苦 或者是半死而已 好 而是由于这个恶业猛烈的势力呢 来世一定 绝对不会再散去 就算再散去呢 也在无闲辖处 无闲辖就是 你没有时间 没有条件 可以修行 好 那如果你就算升到散去 一旦 一旦到了这种 没有时间 没有条件 可以修行的地方呢 那也很惨 那也很惨 所以注意哦 这边的礼路 推演呢 其实是很严密的 就像你喝了毒药 只有死跟半死 这两种结果 造了恶业呢 只有堕落跟快堕落 堕落就是你来生 一定不再散去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什么呢 就算你来生再散去 因为恶业的力量 你会没有时间 没有条件 可以修行 那再往下一生 就不得了 好 想清楚 些人 就不得了 那边 咱去 咱们 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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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